那個蕭麗成 他遇到那個初戀之後 每天都跟我聊 劉美方的事情 真是超煩的 你就忍耐一下嘛 他真的很喜歡美方吧 不是啊 在工作的時候也不專心 這怎麼行 我晚點還有事 你先回去吧 好啊 你不要弄太晚啊 好 小心騎喔 好 拜拜 拜拜啦 好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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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是集中肝臟的感覺 喂 幹什麼 燈燈 你沒事吧 我送你去醫院 我沒事 是燈燈 人呢 幹 不要跑了 你要是被我抓到了 我先把他打開慢慢扶認點 我扶你起來 來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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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好一點 還痛嗎 已經不痛了 不用扶 不行 你剛才痛得走不動了 我覺得還是送你去醫院比較好 去醫院 還不如報警 木人 你最近有得罪什麼人嗎 是沒有 不過 他靠近我的時候 我聞到了 前幾天出現在家裡的那股陌生的味道 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 前幾天闖進我們家的那個人 今天又攻擊你 從今天起 你不可以單獨出門 得讓我害小葉陪著 我今天是沒有防備才會被打到的 你就算有防備 哪知道他會不會拿出武器出來 吳俊說得對 我還是報警 可是 附近也沒有監視器 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我被攻擊了 我就是證人啊 我還有證物 如 我看一下 你確定這個是從那個人身上掉的嗎 肯定是 他被我揍了一拳整個人飛出去 應該是那時候掉的 信氏 你知道這個項鍊是誰的嗎